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由夜晚丰为你报道新闻 首先是内容提要 议员说 弹劾川普是想将7500万支持者定为罪犯? 美国教授说 美国弹劾川普,中共在这里撕少 奥总理将废除一带一路协议 专家展望奥中前景 川普总统夫人摘责病态媒体 制造他的假新闻 中叛亲尼,反川普总议员,被家人拒绝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尽管美国国会和参议院 上周对川普总统的弹劾无法定罪 但弹劾是否具有正当性 依然是政界和民间批评的热门话题 众议员米克·约翰逊 日前在接受美国布莱巴特新闻网主持人 乔尔波拉克·Joel Pollack的采访时说 民主党人坛的最终目标 是将川普的支持者和国会 多数派可能会更频繁地将弹劾作为一种政治工具 现在他们正在降低弹劾的标准 将它武器化 被多数党用来对付他不喜欢的总统 他们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而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将它观赏 曾经担任20年宪法律师的约翰逊 特别指出 他们这种违反宪法的弹劾 是试图将他们的取消文化 液用在宪法上 即是他们想取消宪法 而史丹福大学胡忽研究所 资深研究员、古典学家、军事历史学家、维克多汉心 Victor Hansen教授 14日也在福克斯新闻赞文说 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刚刚花了数千个小时 处心积累地弹劾川普 将它作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 互相吞食 却忽略了国际国内的重要问题 在美国睡大觉的同时 中共却在这儿涉笑 它是这样写的 美国高层在痴迷弹劾川普的时候 很少有人担心美国未解决的危机 现在债务已经接近28万亿美元 而且每年以近2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 华盛顿却无人谈论 减少年度预算赤字 也无官员去找平衡预算的方法 相反 民选代表却在争论是否在借1亿美元 或者更可能是2亿美元的债务 而从来不担心钱在哪里来 或者如何偿还 同时数千亿美元 和无数小时曾经富有成果的劳动 被转移到非生产性的意识形态审查 职业生涯的切断和洗脑中 美国盟友 例如民主的法国 就曾警告美国自己在蚕食自己 并对他人构成危险 而美国的敌人 例如极权主义的中共 却对我们的自杀感到高兴 美国付出的代价 不单是清理下季騷动造成的数十亿美元的破坏 成千上万的纪念碑和雕像被毁和污损 以及数百万所学校和建筑物被改名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 对创造思维的压制 从人民研究到科学研究 当我们忙于互相吞食时 中共却在舍少 因为曾经令到他们恐惧的美国资本家 已经变成了可笑无用的 闹剧警察了 澳洲总理莫里斯 Scott Morrison近日表示 维多利亚州和中共签署 有争议的一带一路协议协议 对澳洲没有任何好处 可能会在数州内被废除 维州州长安德路斯 Daniel Andrews 擅自和北京在2018年 签署涉及1.5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协议 曾经承诺协议会带来更多工作机会 贸易和投资 但部分外界批评 导致澳洲联邦政府下决心通过《律法外交关系法》 来规范各州与联邦在外交方面保持一致 澳洲去年底通过联邦法例 政府有权否决各州与外国签署的协议 英国传媒报道 安德路斯及其他州的州长和领地首席部长 下月10日前 向澳洲联邦政府 长述有关与外地签署的协议 由联邦政府评估 莫里森接受澳洲先驱太阳报访问时 至今都看不到协议的好处 并质疑澳洲为此要付出多少代价 他坦然希望所有州和外国的关系及协议 都符合澳洲联邦政策 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 冯崇义认为 莫里森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基本政綱政策是一致 所以他们对共产党国家的警惕性很高 他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定位 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将中共当成伙伴 现在如果不是敌手就是对手 他分析澳洲这个外交关系法 是压止原来那种趋势 是一个方向性的改变 将不会再沿着以前那样的方向走 就是授权联邦政府有权来做审查 目的就是防止大学、州或市政厅 沿着以前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他表示对中共政权的定位 他是一个挑战国际秩序 威胁澳大利亚的基本价值、基本制度 和这个国家安全的一个政权 川普总统夫人梅拉利亚的办公室 日前发文斥责一些美国所谓的主流媒体 即使梅拉利亚已经成为普通公民 仍然以充于散布和制造关于他的虚假小道消息 传播负面新闻 并指出这种做法是一种不健康的嗜好 CNN一向用拿不出真实消息来源的方式 来报道川普总统的日常生活 并引用所谓知情者的话 讨论梅拉利亚在川普的第二次弹劾案期间的活动 对此梅拉利亚办公室表示遗憾 梅拉利亚办公室在推特上留言说 梅拉利亚现在是一位普通公民 一位母亲和妻子 这篇文章的消息人士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他的个人生活和思想一点都不了解 但CNN却选择发布了一个虚假的小道消息 这个报道表明了美国媒体有不健康的 报道梅拉利亚负面消息的嗜好 梅拉利亚办公室还转推了女性支持川普 Women for Trump组织发起人 克莱默Amy Kramer在推特上的推文 克莱默在推文中质问 华府记者贝奈特Kate Bennett 为什么要在梅拉利亚已经离开白宫 并准备作为一位普通公民生活士 写一篇攻击她的文章 并敦促美国主流媒体 应通情达里地给梅拉利亚过自己的生活 梅拉利亚在2月12日 成立了前第一夫人私人办公室 她和支持者说 应该根据官方推特账号 来了解她的信息 梅拉利亚还在1月18日公布了一个视频 表示能够成为美国第一夫人 她觉得非常荣幸 美国众议员阿当金津格 Adam Kinzinger 在美国大选后 全盘反对川普总统 并且站在民主党一方 赞同对川普总统第二次的弹劾 她的行为对她的政治生涯 以及她的个人生活 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美国新闻OANN报道 金津格家族的11位成员 近日写了一封信用两页纸的篇幅 谴责她投票弹劾川普总统 她报道这些家庭成员说 她令到金津格家族感到失望 并告解她以后不可以再有这样的行为 金津格自己在推特上也承认了这件事情 说她在她父母的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 两页纸是用密密麻麻的细字写的 谴责她站在邪恶的队伍里面反对川普总统 她还生气家族成员选择了支持川普总统 这样一个外人而不支持她 有不少美国网民感慨表示 川普总统应该建立第三个党 我们不能给这些没脊骨的人 削弱一个正当总统的力量 凌据盖洛普一项新的民意调查 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 美国需要第三个主要政党 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 代表美国人民做得非常糟糕 在星期一发布的调查中 有62%的美国人说需要第三方 这是浙概乐普2003年开始这类民调以来 说美国需要第三个党的最大比例 民意调查也表示 只有26%的受访者认为 现有的政党已经足够 其中40%的共和党人希望 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结束后 共和党能变得更加保守 也有34%的人希望去保持不变 只有24%的人希望去变得更加温和 而在民主党内的分歧就更大 其中31%的人希望他们的政权向右移动 34%的人希望自己的政党向左移动 另外34%的人希望他们的政党保持圆养 却洛宝民意调查结果 基于1月21日到2月2日居住在所有50个州 和华盛顿特区的906名美国成年人的回答 民意调查误差幅度是4个百分点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